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在台灣的生活啦 這次回台灣真的爆炸久 大家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我要回來這麼久 我自己也非常的好奇 原本沒有打算要回來那麼久 原本是買9月中的機票回去 結果現在已經快9月底了 我還在這 就是遇到了一些事情嘛 那我這次回來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處理我韓國簽證的問題 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是學生簽嘛 但我現在就換成另外一種簽證了 所以說必須回台灣重新申請 那我現在目前就在等待的過程 希望說可以拿到 除了簽證之外呢 也會利用機會啊 可能見家人啊 出去玩啊等等 就會在這支影片裡面 那大家如果對韓國簽證有興趣 或是想知道我在台灣都在幹嘛的話呢 就繼續看下去吧 這次呢陪我一起待在台灣的呢 還有這個 蘭蔻的超未來基因復活路 真的是不能沒有它 我去哪裡都要帶上它 我現在連去旅遊呢 都會帶它的效樣 因為像我從韓國回來台灣嘛 其實老實說氣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台灣大家也知道就是真的真的很熱 但韓國的熱就是 雖然說熱 但沒有到大流汗很悶 但是台灣真的熱氣非常的極端 而且我自己又是混合偏油 所以呢 只要太熱就會加強我的出油 所以說一定要帶上這個小黑瓶 使用它呢真的是透亮有感 一擦上去呢 整個臉是不是會亮起來的那種感覺 那這次呢比較特別的是 我除了要使用小黑瓶之外呢 還會用韓國知名精華 然後來進行散臉的PK 我自己是覺得 欸還蠻好玩的 就是可以很明顯知道說 精華的效果如何 我自己覺得很精彩 情商非常的勇敢 好 那我們就開始這一週的台灣生活吧 我來吃酸菜魚 我媽指定說要吃的 而且我覺得它比那個 雕名比較清爽一點 它就是一鍋那個酸菜魚 然後呢 你也可以加一些料 肉片啊 丸子啊 什麼都可以 看影片的人都很喜歡你 看它泡麵 就很喜歡 就很希望你多出現 為什麼 就說你很可愛啊 要多出現才能拉高我的收拾力 有一點特加酸菜的感覺 它魚很嫩 蠻好吃 好的 吃完飯回到家也洗完澡啦 那我們現在就要實測我們的 半臉試驗 那我已經兩週呢沒有使用小黑瓶了 大家可以先看我的浮誇 因為呢我自己蠻愛熬夜的 所以是會有一點點的暗沉 毛孔 塑膠跟一些小豆疤的部分還蠻明顯的 就是左右兩邊都有 比一這邊的泛紅 這邊比較明顯一點點 這邊比較少一點 但多有一點 那我先來測一下我左右兩邊都還沒有上保養品的樹脂 右邊的 再來呢是左邊的 那這個呢是我自己想做的簡單測試 那一週之後呢會有更專業精密的儀器去做實測 那我現在要開始來保養啦 我們的小黑瓶 然後就直接搓臉 那我會很喜歡它是因為呢 它質地非常非常的清爽 再來呢它的保濕力沒有再輸的各位 但是我非常喜歡它的其中一點 再來呢它真的是插上去之後呢 就是明顯透亮油乾 就是你看肌膚細胞的感覺 而且啊它裡面有兩大酵母菌跟五大益生質 可以好好的穩定肌膚 幫我們從內而外去做修復 那再來呢另外一半的臉呢 就要來用我們的知名的韓國精華啦 等一下過完一小時 先來簡單用小的檢測儀來實測 一個小時之後的保濕度等等 好的我們先去保養完經過了一小時 現在來測試囉 就像從右邊開始 先來比對一下右邊 可以看到就是過了一小時 它的水分還是有64 還是有到64耶 等於說這一小時右邊這個 韓國的精華還是有做到保濕 然後彈力呢也有維持住 白跟油的部分呢就是差不多一樣的分數啦 再來換我們的另外一邊 我們另外一邊蘭蔻是 一樣白的部分呢也是維持住 然後水的部分呢有上升到5%左右 油的部分有減少2% 所以控油部分有效果這樣 彈力的話也是上升5%左右 這個小測驗呢目前呢就是蘭蔻獲勝 但是差異沒有到非常大 兩邊目前的表現都是非常OK 讓我們更期待一周之後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早安 今天呢跑來了宜蘭羅東 就是一個回台灣出去玩的行程 但是今天呢有非常多我不認識的人 等一下可能會去瀑布啊宿個溪之類的 就害我一點小緊張了 好啦非常期待今天的行程 好的來到第一站 金月瀑布 好久沒有這種戶外踏青的行程喔 超漂亮的給大家看一下 很漂亮 有種身心靈得到治癒的感覺 經過一番強圖跋涉 來這邊要有心理準備 石頭蠻多的 現在呢就是玩水時間 好多肉體 好的 玩的差不多了 剛剛就下去玩水 然後拍照 然後呢 現在呢 他們在曬聚光雨 但是我不想曬黑 待在旁邊陰影廚 好的 跑來吃午餐 這個烏醋麵 麵的口感蠻好吃的 剛剛他們說剝皮辣椒更好喝 而且這只要60元耶 超便宜 很濃郁的雞湯味 但不辣 一點都不辣 但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但是蠻好喝的 好的 吃完午餐呢 來到了我們這次的中頭戲就是民宿 我們這次包一整洞 這多少錢啊 兩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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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一個人多好 一千二 一千二 左右 還不錯啊 還有泳池耶 然後裡面超漂亮的 裡面有一個客廳可以唱歌耶 帶你們去看一下好了 今天就睡這裡 簡單但是還不錯 感覺蠻舒服的 然後外面就是剛剛看到的泳池 超漂亮喔 而且旁邊就是肉依松 今天還特別帶了這個解酒的 因為大家真的太可怕了 包動就是要喝酒 太可怕太可怕 給你們看他們 到底準備了多少酒 好不好 剛剛已經喝完大概一半 一半了 好可怕 好可怕 喝酒不好 喝酒不好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早安 看起來是不是很累 但昨天其實我們沒有玩到超級晚 就大概12點 1點左右 那我這次出門呢 一樣也有帶蘭蔻 等一下就來擦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過了幾天的效果 我個人是覺得每次用蘭蔻呢 都會覺得皮膚變得非常非常穩定 然後呢透亮的感覺 嫩嫩的感覺 好繼續來實測 好的 整妝完成啦 已經什麼都弄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呢 因為我們這次人數真的太多了 將近20個人 所以原本想說去個咖啡廳或什麼餐廳 但是我們都沒有事先預約 剛打了幾家 然後都客滿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直接回台北 好 那我們就台北見啦 大家我真的是要發瘋了 我今天呢其實蠻期待的 因為原本今天我的簽證就是會出來 但是 他還在審查中 因為其實韓國申請簽證 大家可能沒有那麼熟悉 我也算是第一次 這種比較複雜一點點的簽證 我的簽證形式是由 那邊的公司邀請我過去 所以呢 他們已經都把資料都交出去了 然後目前就是在韓國那邊審查中 就如果想要申請簽證的話呢 是可以到這個 KOREA VISA上面去看 你的申請的狀況啊什麼的 上面就是還在審查中這樣 因為呢 這一次的簽證比較特別一點 他不是說 由我自己這邊自己申請 是由那邊的公司邀請過來 我是8月初就已經資料就交出去了 可是因為他中間有卡一個東西 他要先把我的資料拿去 類似公證 政府那邊又卡了一兩週 交出去之後呢 照理來說 通常是三週左右 會收到通知 所以我就是抓這個禮拜 然後 殊不知 還沒收到通知 所以 可能要再等一個禮拜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機票我先買 所以我現在又要來改我的機票 不過 可以多留在台灣一下下 好像也不錯 來台灣很像放假 那我等一下呢 就是要改我的機票 把它改到 可能 10月吧 過完 中秋節的 一兩禮拜之後回去 應該就差不多了 到時候呢 再拍一支關於簽證 更詳細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 我是簽證 目前就是還在審查中 今天呢 跑來吃久違的 麻辣鍋 跟我的 貪吃夥伴 我們兩個真的是 只要吃就會在一起耶 我們兩個真的都蠻貪吃的 大家看這個 韓國都是冷凍肉 我們這次吃的是交心願 之前在台灣就還蠻喜歡的一家店 它是吃到飽 我覺得還算OK 就是700多可以吃到牛舌 什麼的 很大片 它的辣很進來 對 那時候好香 好不好喜歡 肉質也OK 很香 要吃它牛舌 我最喜歡它牛舌 超級Q彈 我們兩個就是 自身是牛舌大人 我們去兩個國家一定都要吃牛舌 日本也 對 這個嚇到我耶 好吃 以火鍋的牛舌來說 我覺得它的品質還不錯 接下來就是猛吃時間 耶 好啦吃飽啦 怎麼樣怎麼樣 我的口袋名單 它的肉質真的是 就還不錯 以它的價位來說 我覺得CP值滿高 然後還有哈跟那次吃到包 欸 我剛剛吃的三重 太少了 可是是大的三重 好的經過了七天 然後我也去檢測回來了 真的非常非常的興奮 要來跟大家分享這個結果啦 其實我原本呢 內心是覺得 一周能有多大的變化 所以內心不包任何期待 但是有照片真的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有差別耶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知道保養品有沒有效果的話 真的用照片記錄會非常好 會比肉眼來看的清楚很多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的一周對比 首先呢 我個人覺得使用少黑皮的這個左半邊臉啊 可以明顯看到我鼻子旁邊的這一塊毛孔 是有很明顯的改善的 縮小了一點點 然後呢 整個皮膚是有比較頭亮的感覺 再來呢 就是我覺得泛紅有減少 再來呢 又外面使用韓國的知名精華啊 就是效果也是不錯 一樣呢 就是毛孔有變少一點點 整體有稍微提亮 但是我覺得它的效果就是沒有到 小黑皮這麼厲害 尤其是毛孔跟泛紅部分 我覺得小黑皮的效果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我本身是混油漬 所以呢 其實毛孔真的是我人生一輩子的課題 但是因為有小黑皮的幫助呢 其實毛孔的部分可以看見 是真的有感的變效 實驗檢測出來的結果呢 也是可以看到 在兩家的這邊啊 鼻翼啊 毛孔數是有明顯的變少的 然後利用韓國精華的右半邊呢 就是比較持平的狀態 感覺可能有地方有少 地方有多 但感覺整體數量是差不多的 韓國精華可能對毛孔的效力 就沒有那麼強了 它比較多可能是保濕修護這樣子 所以說這次的一周實測呢 直接用實驗來做給大家看 真的是小黑皮 明顯有感提升耶 而且啊我從韓國用到台灣 兩個地方的天氣啊 濕度啊 什麼都不太一樣 這兩個部分呢 都是可以好好的利用小黑皮去解決的 所以呢不管今天天氣怎麼樣 我都覺得小黑皮很萬能啦 就是可以好好的修護皮膚 好的那這次的半臉實測PK呢 成功結束啦 那大家已經非常非常好奇 小黑皮使用起來到底怎麼樣 如果呢你是已經使用過需要補貨的呢 最近都是週年慶啦 不要忘記週年慶是最好補貨 存貨的好時機 那如果你是還沒用過的呢 這次呢可以直接領取試用包三包 非常非常的大方 只要呢點選資訊欄的連結 就可以領取欄扣的試用包三包啦 我自己呢等一下去託練一下好了 好啦那這次的回台一周呢 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請問喜歡 寫訂閱頻道順便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啦 謝謝大家掰掰